随着小犬迫近 各区风力增强 气象专家警告 虽然小犬环流较小 但仍然不能调以轻心 打风水浸黑点恨花村 早上已经相当大风 强风伴随着大雨 天气也明显转良 工人加紧加设挡水闸 部分楼宇大堂贴上了胶纸 有住户也如常准备防风 因为我向东北 所以今早是大风了一点 风越来越大 看起来这把傘都翻了 今早没什么雨 现在已经明显很大 风又大雨又大 现在打算怎样 现在打算回家 这里有危险 没想到这么快 看风好像晚上才近 但现在有吧 当早点下班回家吃饭 有小朋友在大雨和强风下 仍然去到球场踢球 有小小大雨 那为什么还踢球 因为没工作 我可以做 怕不怕咬柴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技术好 在杏花村游乐场 康民署架设计了挡水闸 也在岸边拉起了封锁线 防止海水渡贯和市民靠近岸边 在对岸的红磡 有人趁天气还未转叉 来到码头跑步 有家长就和小朋友提早感受风力 在强风下 跑马地云地利道有大树塌树枝 压倒两个正是清洁的女工 树枝阻碍了部分行人路 多个消防员清理 其中一个受伤的清洁女工 头部受伤送往湾仔 在绿敦寺医院自理 另一个女工就需要坐上轮椅 有气象专家说 小犬的环流虽然交细 即是破坏力可能较弱 但就提醒市民不能调以轻心 小犬已经是在香港100公里范围以内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2018年的山竹 其实距离香港最近的时候 都是100公里左右 暂时来看因为小犬的环流 是较为紧密的关系 所以破坏力 如果你和山竹比较的话 应该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我们都不能少看小犬的威胁 他又说10月打风不算罕见 但是秋台比较容易受 东北季后风影响 比较难预测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